内政部在我国女性海外 传子公民权的课题上 提出八项修宪建议 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 将持有外国国籍的孩子 自愿放弃有关国籍的年龄 从21岁下修到18岁 内政部党拿督斯里塞夫丁指出 虽然负责研究的内政部特委会 已经同意这八项建议 但还需要经过不同层面的探讨 才能够推动修宪 部长在基达州新都的北方大学 出席活动后说 无国宪法不允许国民持有双重国籍 因此内政部希望 可以将放弃外国国籍的年龄 挑低到18岁和投票年龄一致 塞夫丁补充 内政部的两个特委会 将和不同的单位展开广泛讨论 并研究其他国家的处理方式 以确保修宪法案实际可行 他希望赶在今年底前 将修宪法案呈上国会辩论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